用这样的方式 他才能弥补自己内心身处 那一份最大的遗憾 在此之前 我们也一起回顾一下 他们俩最近的一次交手 2023年1月13日 马来西亚公开赛的四分之一决赛 这是一场被誉为 最强进攻速度的西班牙长保 对阵这一组稳定得可看 一动雕宝究竟是毛更锋利 还是武装到牙齿的雕宝 强顿牢固的 两次是自己把球送到界外 合手不到位 十分的很快 而且陈远飞好像也没多做什么事情 他就是在等马琳的失误 救到 特别是马琳 每次遇到陈雨飞的心情 应该是很复杂 依然是九坦霸气十足的 霸王 刚刚的强球不到位了 对队多拍来为之后 马琳还是比较容易出现回收的破绽 好怕 好怕 哦 是球 还是 哦 陈雨飞的反应真的很快哦 陳宇菲還沒準備好這一球重發 這個真的還好 第一天我播著Videhouse跟Odile的比賽 兩個人都不知道在脫線 他因為2019的膝蓋大傷 讓他這位三屆試錦賽冠軍加領域奧運 不得不錯過自己的巔峰期 錯過了自己職業生涯最好的一次對面奧運機會 所以馬鈴每一次遇見陳宇菲的時候 都是極度渴望證明自己 哇 這一球很猛 哇 最後球會放到了 別人手上失誤比較多 不過他準備要提出挑戰 那現在陳宇菲要提出挑戰呢 重複的位置 但結果也總是讓他感到遺憾與可惜 不管是2020年的馬來西亞大失賽 還是2023年的馬來西亞舞台賽 他都是落墨直落二連輸兩次 許許許會能證明自己 加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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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球喔 哇 這球都猜錯了 哇 這球猜錯了 在打斜些位置是比較順手的 但這顆球就落差比較大 19比19的平手 10人 好球 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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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